老师散热族群现在油红翻黑 那现在可以拉回找买点呢 还是应该小心呢 好其实啊这个散热族群 已经是从我们去年就开始一直涨 农历年前涨 对不对 然后呢到现在农历年还在涨 那涨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因为AI这些伺服器 他们需要做个散热 可是真的需要那么多的一个散热的 这个所谓的零组件嘛 还是说散热零组件 有没有新规格 有没有统一的规格 假设有 那这些散热族群又该怎么办 所以今天我就来告诉你 到底散热族群该不该吗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方云 让我们欢迎胡尊宏胡老师 方云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老师散热族群间开高走低 现在是好买点吗 其实今天很多股票都开高走低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今天是个垃圾盘 就只拉这个台积电 如果扣除掉台积电的话 今天是小跌12点 没有涨190几点 所以就差得非常的多 那今天的这个拉回 实际上有很多的股票 是因为它涨真的是太高了 那这边拉回实际上也是正常的 否则那股票天天在涨的 那尤其是散热族群 那散热族群应该是说从去年 涨到今年 那今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股票都在创新高 那今天的拉回又怎么看 我们就来看一下 好我们先从这个双红来开始看 投资朋友你可以看 其实应该是说散热族群几乎都创了历史的天价 那这个历史天价到底值不值得去追 个人是觉得不值得 因为我觉得它的获利有没有办法去跟得上 我相信是很大的问号 那只是说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涨 因为很多人就是第一个 看它不顺眼去放空 这是最多的 那去放空之后就容易被嘎空 那第二个就是 本身它的这个筹码比较集中 因为很少人再去买这个散热族群 买到五六百块的 我相信想买的人也不多啦 对不对 因为基本上呢 会去买股票 他们都买在一百多两百多三百多 可能还想追还敢追 那五六百的 大家都是看看就好 所以说这以后的股价如果真的跌下来的时候 你反而不能去买 像这种涨得很高的股票 跌下来不能买 为什么 因为主力他很聪明 他不会去卖在高点 他也知道那个五六百没人要去追 什么时候会去追 大概跌到剩下四百多 你就会认为很便宜 为什么 你从六百多跌到四百多 所以他要出的点不是在现在 都是出在什么 大概这破五百之后 大家最想买的时候去开始出货 那现在他们就是在那边拉 炒这个蛋啊 炒这个什么AI的散热问题的需求 可是我觉得这个需求不是只有 这些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散热 不管是水冷 还是用空气的散热方式 还是甚至于其他的一些散热的方法 我觉得这些啊 到后面一定会同一个规格出来 我不会说什么各式各样的都OK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到后面还是会有一个 所谓的一个突破点 那如果是假设大家有共同的规格来做散热的话 那这些散热族群该怎么办 假设不是他做的呢 那该怎么办 所以这就是我们后来可能会去面对到的一个问题 那现在这个双红啊 今天这样子的话就变成一个沾连线 那什么叫沾连线 就是他的最近的股价 就是说今天的股价的高点跟低点 跟昨天差不多 就叫沾连线 那沾连线的就代表他短线之内会陷入一个区间的 下幅的区间的震荡 就是他的这个上下的来回的高低点都差不多 就每天都差不多 那你想赚也赚不到 那你认为他会跌就跌不下去 就是沾连线 那除非是明天啊 明天他跌破了他一个关键点 可是我觉得不太可能 除非他突然一开盘中出 还有可能 否则的话他关键点529 假设没有跌破 那短线上就是先震荡 但是我是不建议你什么拉回找震点 除非你手上有人 你就看这个关键点 那如果你手上没的 就不要再去追了 那你说要不要去放空 绝对不要 因为现在这个盘还不适合放空 因为接下来我们这个要开股东会 大概3月中到4月中 会强制回补空单 所以这边也不适合做空单 好那再来就是旗宏 旗宏这边也是一样 一模一样都是沾连线 那像沾连线的话 你就是看那个关键点 我这个关键点定的是短线的 不是中长线 也就是说如果短线跌破了524块 那相对的他短线会比较弱一点 那在这个地方呢 可能就投资朋友你就要去注意了 其实散热族群蛮多的 那我今天是讲市场上比较会去看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涨的散热族群 不是这三场 大家关注的不是在这边 是比较低价的 低于100块 只要摸到边的都叫散热族群 所以说 但是我今天先跟各位投资朋友讲的这三档算是指标 假设他转弱了 那其他散热族群就不用看了 就跟今天一样嘛 今天虽然我只讲这三档 可是你去看其他散热族群 全部都一模一样 开高走低 从红变翻黑一模一样 所以投资朋友这个地方能不能去碰 我觉得看看就好 那再来就见准 你看见准就比较弱了 为什么见准比较弱 因为散热很选去买见准 就跟刚才我所讲的嘛 那100多块的就大家就比较喜欢 所以他就比较弱 筹码比较乱 他已经是一黑吃二心 那当然关键点就121.5 蛮接近的 对不对 这个地方可能就要稍微去注意了 因为现在很多的股票 我只能跟投资朋友讲 高阶的已经涨很多的 你就不要碰 甚至于拉回也不要找买点 真的该买的是那些低阶股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跟你分享到这边 感谢老师精彩的分析 那记得追踪老师的 LINE AD跟Telegram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哈啰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 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下耳寄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